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从事性工作的加拿大女学生专访 20分钟赚160美元专题 多伦多 大都市区相关新闻 报道 M.K.是加拿大东部一所大学营销专业学生 正在攻读第二学位 同时他也是一名姓工作者 加拿大国家邮报 对他进行了专访 他讲述了他对兼职姓工作者的看法 性工作者也是创业者 他认为品牌营销专业和 他所做的性工作有很多共同点 他说向别人推荐某种服务 跟客 互谈论他们正在寻找的服务 而且我也提供服务 然后获得报酬 这两方面的区别之一是收取服务费用 性工作的不同在于 我按小时收费 也按服务收费 我的每小时收费标准 会根据我的工作内容而变化 但是这两样都必须努力争取客户 同时营销和性工作都按照 灵活的时间表来 并倾向于收取现金 他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客户 2.资助上学的方式变成了生意M.K.在19岁时在圣约汉市中心的一家按摩院从事性工作 当时他看到了网站上的招聘广告 他甚至在被录用之前 在面试的时候就被一个寻求服务的男人发现 当时并没 有性行为 只需要用手 他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脱 实际上 我花了20分钟与这个人交谈 基本上他是自己解决的 我就到手了160元 M.K.在这个行业超过10年的时间里 最终他开了自己的按摩工作室 然后又自己单干 现在 他的服务价格是每小时300元到500元不等 Sumniar Vianley Klee Ktuvair Original Image 3 这是他想要的 生活对于许多进入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会遇到性剥削和人口贩运 但 M.K.没有参与 由于没有学生贷款 他选择了去大学继续读书生 造 4. 他发展了忠实的客户群 他努力保持礼貌 为他的工作投入大量的准备 他提供葡萄酒和瓶装水 并按季节播放不同的音乐 比如 冬季播放爵士乐 他还提供蓬松的毛巾 干净的床单 蜡烛 男士林 预产品 通过这些方法保持竞争优势 当有人给我发邮件抱怨我的 价格时 他们喜欢告诉我 其他女孩每小时才收费200元 这似乎 是人们期望的平均值 但我指出花钱享受的是一种体验 有好客户 也有坏客户 一个客户没有遵守规 举 让M K 怀了孕 他不愿去医院冒险 只能求助于堕胎诊所 他说 作为一个外省学生 他没有医疗保险 他说 我为堕胎手术 支付了990元现金 6 性产业 随着经济兴衰 2008年以来 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石油和天然气热潮达到顶峰时 他一直在那里 工作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源源不断来到这里 后来经济开始销 调 为了保持生计 按摩场所开始提供多样化服务 不只是用手服务 7 季节影响收入假期 节日甚至暑假结束 都对他的现金流产生 负面影响 特别是有孩子的客户要给孩子买新的衣服 学习用品等等 等于减少了可支配收入 但是到了11月中旬开始 随着圣诞节的来临 情况就正好相反 因为人们可以用圣诞节购物的理由提取大笔 现金 但是某些特殊宗教日期又会产生影响 比如耶稣受难日很少有 客户 因为有些人要去教堂 不过在纽芬兰当地著名的翻场比赛日 他会非常忙碌 男人经常利用这个时机躲开伴侣来寻欢 SUM NIFINLY CLICK TO VIRBOR READING ALIMATE 8 性工作者也缴税2014年实施的C36法 暗示加拿大税务局可以为性工作者创建税号892100 尽管他 也纳税 但MK说 他无法获得给创业者的其他福利 9 不敢 说出自己的真名 他担心如果他的性工作者身份暴露出来 他的工作可 能会不被认可 他的教育机会也可能会受到威胁 他说 没人相承 为第一个公开身份的人 他将要获得第二个大学学位 并且还在从 是慈善工作 为各种慈善机构甚至正当当志愿者 不顾他说 他们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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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